Auto4 奥风 WCA 2016 唯一指定电竞椅 八彩呼吸灯 四地扶手 内置蓝牙音箱 电竞选手爱用的电竞椅 极客 极致 极酷 西伯利亚专业电竞游戏耳机 带你来一场生灵奇境的战斗 至胜之道 掌指之间 狼派电竞装备 专业电竞品牌 iGUN 爱工 为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显示器品牌 爱工 为荣耀而战 Dire Anywhere 为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PC 专注于游戏领域高性能电脑及外设 扫码关注 Anywhere 官方微信 了解更多精彩活动 挑战1500万总奖金 竟想倒塌魅力 英魂之刃 4000 万玩家的共同选择 微端精品 3 秒下载 热血赛季 英魂喊你 站一起 站在最好的赛场上 让更多人为你欢呼 这是全部吗 不 你还拥有无限的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雄的竞技场 玩家的许摸地 关荣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WCA 2016 世界电子竞技大赛 职业预选赛 SR 赛季的比赛直播 我是今天的解说PK 我是小聪 WCA 世界电子竞技大赛由银川市政府主办 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型电子竞技赛事 赛事覆盖全球四大赛区 囊括当下最火热的电竞游戏项目 大赛旨在打造最优质的电竞赛事平台 让每一位热爱电子竞技的玩家朋友们 都能够实现自己的电竞梦想 那么在此期间我们也感谢指定合作品牌OPT 感谢合作游戏品牌360游戏大厅 指定合作音乐媒体百度音乐 以及游戏合作媒体新浪电竞 游9腾讯游戏17173 多玩太平洋游戏网凤凰游戏 18183游戏网电文巴士52PK 超级玩家178游戏网 要我玩大电竞 游9看比赛 911手游网 安卓网特玩网游戏狗 口袋巴士NGA 清境界笨手机58game 苹果园131游戏网锐派网 施法师营地 一点资讯 掌中宝 易经济的大力支持 另外呢 感谢网络直播平台 龙珠 乐视体育 虎牙 触手TV 斗鱼TV 搜狐体育 火猫TV 游戏茶餐厅 17173直播 优蓬普乐 小米 战棋TV 华树TV 搜狐视频 乐视视频 优酷土豆 微经电视 玩家赛事 KK直播 新浪看游戏 全民TV 网易CC 直播TV CIBN手机电视 爱拍 酷6的大力支持 那么今天这场呢 也是我们S2赛季的 第一场吧 然后是小组 小组积分循环 然后这一场是 IGV打的一个FTTC 对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 双方的分组情况 A组是 IGVFTTC CDCY 以及老干爹 老干爹的话 应该也是 刚回国吧 对 就是春天赛 然后B组是 VGRVG NUBE 以及同福 那么我记得是 春季赛的话 NUBE是只是 拿了一个季军 对 非常可惜 然后冠军是 OG拿到了 对 其实我还是 关于春季赛的话 其实 我预测的是 比较是 液体这边吧 对 这些队伍中呢 其实 B组的话 NUBE其实挺强 像VG VG可能就会 难一点了 而且 现在来说的话 其实这么放野光去的话 感觉现在 清训队是越来越多了 对 就是从TI5之后吧 应该是 清训队的一个崛起 IG的话 IGV的话 是不是 我记得好像 之前大妈好像带过这个队 然后后来是 又被调走了 哦 因为我 因为我 因为我认识一个 不是的 IG现在的人 是原来的 这些人 然后现在IGV是 就是另外换了一组人 哦 等于是 完全是一个新队 那今天我们看两个队 应该都是两个 但是里面是有很多的 就是老职业队的一些 就比如说一个三号位 那个IGV的一个就是蝙蝠丸嘛 那时候 嗯 我们看一下战队介绍 嗯 IGV是新人就是拒绝者 对拒绝者就打的还可以 天梯的那个 对 这是一个位置 孙鹏跟小冬的话 英角戴的话 是原来的DT DT有 然后包括他后来也有跟 Peace 嗯 蛛丝马 蛛丝马戒也有组过队 然后弃补位的话 其实也是天梯的一些高王吧 对 高分玩家 另外我记得 这是FTDC FTDC也是 FTD也是09 自己亲手组建的一个战队 然后以前的老干爹 也是FTDC后面转变的 没错 这应该是一个 就等于是远古时期的一个队伍 但是现在全是新人 嗯 然后这个是 其实帅鬼 第一个其实凯瑞 他们凯瑞是 以前ID叫帅鬼 嗯 然后浅浅的话 是原来B队的 对 浅浅的话 应该大家可能 稍微的对他熟悉程度 C队其实 C队其实是 人是跟 之前的话是换了很多人 像原来的 有一个叫 原来的丁小猛 包括说福生 还有 还有谁啊 还有一个是 嗯 876吧 这些都是打了可以 好像是 到了CDC那边去了 对 嗯 好的 那么我们还是 呃 在此期间 我们先 先等一下双方选手的一个 准备情况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 应该是BOR的积分赛 嗯 然后是 就是 一局一分吧 就是 就是 赢两局 好像也就是两分 不像以前有一些就是 两局胜的话 是直接拿下三分 就是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奖励 这样的话 哎好 现在我们稍微等一下 现在应该是已经开始了 对的 如这两支队 你觉得 依你的了解 你觉得哪支队会更强呢 我觉得其实我个人来说 我个人 呃 因为我还是稍微有一些这个倾向的 我更 因为我个人更倾向于爱记 因为爱记的话 首先 对 因为首先的话 你像之前的爱记的一些老 老队员们 比如说达妈他们 这种的 呃 因为他们肯定必然会有联系 其次的话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 一个叫叶晨的 你有认识吗 哦 之前也是在爱记 因为现在是 当然去 应该是跳到别的俱乐部了 因为他也是跟我说了很多的 这个训练过程中的一些 一些东西 他们也会有这种 职业选手的去 去带着打 因为清训队嘛 对 所以说爱记的话 我个人来说 不光是从阵容来说 还是从信仰来说 我都是支持他们的 好吧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到 BP画面 这现在 现在比较火的 哎呦 一般隐次 这我感觉是 应该是有训练过 嗯 对 隐次这个英雄的话 现在是 已经代替了 赏金的一个位置 寿王的话 也是 比较热门的一个 英雄嘛 这样双方都是 禁掉了 谢谢 选了末日 还有卡尔土猫 选择英雄 其实土猫的话 在国服建的 还是挺多的 嗯 但反而是 其实在 国际比赛上面 国人还是用的 比较少啊 对 反而是国外的队伍 用的开始比较多 对 而且出场率 所以我记得最低的 应该 呃 应该我觉得团控里 应该是大牛 大牛的话 国外可能用的比较多 国内用的少 嗯 大牛也是 更新的一个 一技能的一个伤害 嗯 一脚踩 是伤害提高了很多 主要看这些 尤其是 因为大部分都是新人嘛 看这些新人 年轻选手们 有没有一个亮点 或者说 给我们打了一个 很亮的一个打法 对 其实末日这一手的话 对 小狗 小狗 想起这个英雄以后 我就想起我的天梯 根本完全是被他守住了门 嗯 啊 土毛 小狗土毛 因为 小狗这个英雄的话 是成型比较快嘛 嗯 现在本身就是 节奏其实打得挺快的 成型快 就真的 我 我见过的 在我那个分段的小狗 一般都是 三件套 就可以 基本上可以杀穿了 一个是回音战刃 一个是毕章 还有一个暗面 对 对 其实回音战刃这个道具的话 给一些 近战盒提升了很高的输出 冰龙 冰龙 比较限制 就比 可以防止推进 然后也比较限制这种物理输出 看一下 埃及方的第三手兼用 第三手 如果有冰龙的话 要搬 其实他们可以把 凤凰这一手搬掉 因为凤凰 像冰龙的大招改了之后 因为大招大主人之后是没有伤害了 只有自己的队友打才有伤害 对 所以跟其他的一些团控没有那么好配合了 虽然有时候 比如说更多 比如说会出现这种毒瘤大的情况 嗯 看一下第三手 第三手他们还是要多考虑一下的 接下来要拿的英雄 因为FTTC这边的末日的话 其实是 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什么套路吧 因为这个英雄本身就是比较万金的 你可以撇在一边 但是这个冰龙选择可以要考虑一下 第三手是进入到了电棍 是一个中单的 搬掉DP 对 两个遛狗 两个遛狗型的这个英雄 都是被进入点了 他搬掉DP是因为 DP是中路里面比较不怕Dome的了 对 他只要开出大招 开出大招就可以了 像蓝猫这种的话 看见Dome就很头疼 而且蓝猫自己本身发育的真空气就很长了 对 很有可能就是被赶到野区去 然后通过自己的背动去练野 我觉得 但是他配上一个小狗还是可以的 就是 强行切入 对 可以带着小狗去找一些杰作 如果 就基本上 他的一个大招改了之后 基本上是可以靠小狗的这个输出去 帮他打一些杰作 是帮他练进 我一直觉得 练进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 其实感觉应该是大家见的太多了 知道该怎么去打他 因为当时大家好像都是说这个GA 什么英雄只要在我们比赛中的话 如果玩的坑的话 有可能会被队友吐槽 但是GA的话都是说 你既然有这个觉悟拿出GA 你就有觉悟在前期特别崩 然后当然在中后期的话 他可能会找机会起来 很吃酱油 其实GA 就是整个团队都要围着他来打的 然后最主要的是 其实改版了之后 他以前就是会要分身 分身刷钱是继承那个贪蓝的 现在是不继承了 所以刷钱会比以前要慢一些 第四手 看一下FT这边第四手 我觉得还是把蓝猫给扳掉吧 这样一个强行切入的话 自己的后排有点保不住 而且有个土猫会去扳中路的一个蓝猫 扳掉了AA 看他这边要拿什么吗 前面是由IG去挑选第三手英雄 对 IG为这边第三手 他这边其实还是比较好 龙骑是 龙骑 这样的 这应该是个中单龙骑 对 肉合 一般现在龙骑都是必张跳刀 打一个先手 然后就开始耗 他这个输出其实不是那种 那种瞬间爆发 而是那种持续的这种 而且他对线就是不会很弱 打谁都好打 因为有个一技能吗 减攻击力 无论是 就好像就中单就QOP会稍微打他会 他会有一点点劣势 像蓝猫卡尔这种是最多55开 那么在这种禁用的小黑屋里还是没有看到一些 比如说卡尔蓝猫之类的英雄都没有出现 我们期待一下 那么IG这边的话基本上中单是已经定了二号位的龙骑 FTC这边这个末日其实是可打三也可打四 末日还是比较克制小狗的 因为小狗如果说他被杜姆了 避张窃不了吸血也吸不了 特别这手杜姆就是强行费你一个人 不管他这个大招再怎么改或者再怎么削弱 只要是还是这个末日这个技能的话 就是对 VS这一手 我是觉得FTTC这边是双酱油 其实还是保人挺凶的 强保了一点 但是不知道他凯瑞是谁 其实说实话 在我看这种咱们这种比较正规的或者大兴三世中 其实不光是我 我觉得大家更想看到的应该是一些比如说个人的一个绝活英雄 对 对 因为毕竟是套路看的太多了 所以说IGV这边要不要拿一手蝙蝠 因为也是知道他们三号位蝙蝠就是国服蝙蝠王嘛 对 蝙蝠王 而且不光是留住拉的人还是格挡住了后面来的人 嗯 就是强行杀你一个你毫无机会你选什么都没有什么机会 第四手 看怎么 看他们是继续拿自己想好的一个战术 还是说要应对一下对面的这一手 哎 防目机 防目机 是也是春季赛上面may be的一个防目机 打龙旗打了好几场 但是也只有第一场打V7R的时候 好像打出了应有的效果 其实说实话啊 身为这个Dota姐说 在这方面我感觉自己特别不专业 为什么呢 因为春季赛的时候我只看了一半 你才有另外一半时间我在干什么 不太了解 我在守望先锋 好吧 因为我是春季赛的时候只要有时间 我基本上就是都一直在看的 对 因为但是春季赛有时候它是经常它是同时比的 你只能去跳一场看 而且我个人来说比较喜欢看直播 如果要是比如说我看了一场 那场没看 我也不会去导回去看了 我顶多是看一个 对 导回去看我也不会 但是我会去问了解一下情况 我搬到小鱼 小鱼的话 其实他们不太好杀 已经有一个防目机了 这防目机 只要很难控住的 就靠萨尔的一手 但是他出一个吹风的话 就有一点小无敌了 这个英雄反正怎么说呢 打团的时候你只要不摁死它 它哪都 它可以随便飞 它只要出上一个雪晶石 然后收割几波 你就会有一点杀不动它了 等级上面都上去之后 好的 这个大鱼也是最后一首被禁掉了 它选了一首VS 其实也是变相的针对一下你即将要选的蝙蝠 其实我觉得ITV这边的话 蝙蝠还是可以的 FTV这边的话核心的话是少于核心的 中路的话是让防目机单吗 防目机中吗 肯定是个防目机打龙旗 开锐的话 其实小鱼是个比较好的开锐了 因为小鱼也比较好打小狗 不管是小狗龙旗都可以打 因为他们的小鱼出了大引刀之后 可以减这个小狗的一个攻击力 下面其实现在好像小鱼是被禁了 对 那么这边还要再找一首盒 现在在场 剑圣其实身板不太好 而且FT这边除了防目机以外 基本上其他三人的爆发都不是很高 对 冥魂大地 骷髅王冥魂大地 这个英雄我感觉一到五毫位都行 强行顶上去了 就强行顶上去 没什么用 就是他们现在缺少的 他们只有一手爆发 就防目机的这个爆发 如果防目机被限制了 那他们就杀不死人了 对 基本上可能复仇之温还有一点点输出 其他人的话基本上没有 看一下线上能打成什么样子 你终于期待的最后一首 会不会像 是个三号 会不会是蝙蝠 哎果然是蝙蝠 对 好了那这一场的话我们真的是看到了有有有有绝活的英雄呢 对 应该是一个 这样的话 FTTC这边的优势路特别强势啊 因为冰龙跟VS这两个酱油本身就很强势 嗯 然后 然后还有一首就是 呃 明昏大地嘛 就 差不多是两个锤子 加上冰龙的一个 就是 攻击减速 很可能就是蝙蝠混不下去的 看一下蝙蝠最后是被赶到野区还是怎么着 但是他要赶到野区下路就空了 没有人去对 但其实他 这边的话大地之灵可以去蹲一下蝙蝠 嗯 就如果说有一个土毛在的话 像冰龙跟VS的话还是会有一点怕的 好 现在我们稍微等一下 阵容方面的话我还是比较看好IGV这边 我觉得IGV 阵容稍微好一点吧 嗯 好了 哇 这边也是 土毛是直接出去拆眼了 是也已经做好了 土毛是开了雾的 对 怎么又点不到他 遭遇了 嗯 但是他还有一个眼睛 这边队友是蹲在后面的 要抢一个开场 其实我个人来说的话 开场服在改之前我是必须要吃他的 但是现在好像开场不给经验的话 没有那么重要了 没有那么心痛了 因为前期的经验很重要 远比这些前要重要 这个眼是放在这儿的 应该是没有察觉到 嗯 那么下楼服的话是稳吃的 上楼的话发不及去吃 发不及是还是比较 中规的一个中单的出装 圆盾跟葡刀斧 好 正人号角开始了 双方是一个平均开局吧 所以是 嗯 这也是带了一个树枝啊 哎小狗要去抢吗 没有抢到 没有抢到 还好 很隆起 呃这个冰龙能不能意识到这颗眼 他身上是有一个睁眼的 嗯 冲方这个位置 还好 冲方这边是做了一个封眼 对 是用 现在很多都是用一个睁眼去封眼 然后用一个假眼去看视野 这两个人打起来了 这伐木鸡也是好凶啊 嗯 直接上去 好 还是说的一个土毛跟蝙蝠下 对 就是强行保蝙蝠先混一会儿 这边 哎 其实我个人觉得伐木鸡打龙骑 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优势 嗯 像一个64吧 对 方鼻现在是在蹭甲 嗯 双方的 其实续航能力都还是有的 这个眼好像被发现了 直接排掉了 上路的话是放空了吗 嗯 直接去打野的 对 那下路的话 没有办法 后面有一个土毛蹲着 可以 强行就是保着保着蝙蝠混 这样蝙蝠的话很舒服 嗯 还是挂在中路了 哎 这边直接动手第一波 对 是一个 蝙蝠的话是状态不好 但是直接开车飞了起来 那这样的话冥魂大帝危险了 蝙蝠有没有技能 现在没有技能 只能追函 蝙蝠其实回来了 漂亮 这位置切入得非常好 出去视野了 然后躲一下视野 蝙蝠插一下 这样的话蝙蝠其实是利用自己的一个地图边缘的一个视野 来回蝙蝠的对手 VS也是 其实就差一下抬手 因为蝙蝠如果等级上去的话 一个蝙蝠其实是很很难受的 然后加上土毛的一手空 中路的话其实看起来好像是伐木鸡稍微顺一些 从补刀术来说的话 蝙蝠是领先的 因为他有一个被动 然后是本身就对力量英雄有一种克制 空了一个隐身符 而且现在中路的话其实没有术 但是可以中术 打了一个神圣伤害特别疼 他好像是自己那颗树枝已经用掉了 那现在的话等于对龙蝠完全是压制了 上路的话基本上我们可能前期没有什么他们的镜头 因为他们实在是一个单机的一个情况 反而是下落的话可能是一个团战高发的一个区域 这个时候末日过来也没机会啊 这边刷开悟 看一下这河道的话这个土毛 就差一步 躲开了 要破悟了 但中路这个线的位置特别好 再等机会 土毛也是没有过来了 龙七的话全然不知 但这边已经超后了 冬直接卡着焦土 这应该是走远了 因为他是没有学定的 学定的话他也是活不下来的 活不下来 所以伐木机还有技能可以追他的学了一手剃的 配合非常好 但这边蝙蝠就混得特别开心了 蝙蝠跟土毛 嗯 与其说是FDD目前来说最舒服的应该是防腐机 对 而这边的话实际是有两个点的 又开始动手了 叠了四层五层 直接炸死了 弹回来 碰一下就直接死 冰冻动一下 蝙蝠的话飞过来 A一下 蝙蝠是吸引了塔的一个仇恨 但是这样还是 VS如果没有及时赶到的话 蝙蝠可能死不掉 看下上路这个狗哥 也是相位了 下路这边又打起来了 一个土毛一脚踢 踢住VS 没有人能留住他了 蝙蝠下来拯救一下 下路一直是四个人FDD 应该是死保一个骷髅王前进的发育 他们最最重要的还是防腐机啊 要打很多的输出 因为土毛回家了 看土毛回家这一波是继续回下路 还是去找一波节奏 但中路很难杀其实 因为龙骑的这个爆发是不够的 正受到攻击 其实是 玩下路是 晕一下瓶 对 这是一个小技巧 应该是 当时我记得是Ti3旗舰的时候 Navi他们专门出了一个视频 说你TP落地的时候 磨瓶放在人身上 这个瓶子会自动灌满 是利用了一个泉水的回复效果 瓶子就是这么计算的 上路的话突然觉得不能完全放空啊 杜姆直接去跟小伙队 但是小兵已经到塔下了 可以混一混 而这边的话 龙骑要反打防目击了 滚住一脚沉没 直接沉没 萨尔还有一个地 跑不掉了 因为萨尔如果 他就算走了萨尔也能拉回来 这是个二级来拉 下路这边的话 蝙蝠是收野 蝙蝠是打得特别的凶 这波团的话 VS只能在下路待着 身上是有个小惊化的 现在梅兰 杜姆也是各路混 这边好像是 其实是想绕中的吧 墨尔这边要意识到 直接走了 冲锋身上有一颗眼 应该可能会插个塔后眼 直接包了 但是反目击在后面 就踢了个B龙 小狗这周很尴尬 这周小狗不上的话 这一波团 也打不起了 墨尔没有大 等墨尔焦土煤吧 小狗还是意思意思的 往前上了一下 那这波的干客的话 也是不欢而散了 下路 一个就是 叫凝魂之类 我一直管他叫女妖之类 女魂之类 其实前期戴上的话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这边又要开始单杀骷髅王了吗 应该是一波选号吧 这续叠 但是骷髅王是有大的 上路这两个人 塔下的话 杜姆还是不太害怕的 这边应该又是一组 又是一颗物 这颗物的话 看VS要往哪边打 这颗眼 刚刚是VS点的 应该是意识到了 土猫 这回这个骷髅王势在必得 后面又跟了一个龙旗 要把盾打掉 第二条命也要收掉了 如果三个人过来的话 基本上这个 有没有7 然后这边是 你救他 VS下来了 VS下来了 这边的话完全无视他 蝙蝠的话 原地站着就有伤害 直接拉出人群 这样的话VS要不要留 放他走了 蝙蝠也是火的CD已经到了 正好是挡着他的输出 正好是挡着他的输出 可以顺势推一下 现在反而是这两个匠额被压在他下了 对 蝙蝠的话是没有大的 蝙蝠也是过来 其实这个蝙蝠打的比较凶 也是没有一直去 刻意的翻过自己的一个跳刀 而且这边的也一直是被蝙蝠稳收 VS想抢的话只能判断血量 要不然平A 要不然这个锤留住 因为是看到反目机过来了 反目机 踢上去丢飞爬 飞爬没飞住 这个T非常漂亮 土毛的一脚踢是 土毛被收掉了 救了蝙蝠 还能不能找到蝙蝠 这有点困难 感觉是IG位这边自己有点过分了 一直是逼着你的塔 这样的话肯定时间长了 总会有人过来解这个V 这是经验的一个差距 我先来说IG位领先一些 这边的话就如同你刚才所说的 这一套抓人方法又再现了 这是一点办法的 杜姆的话仅仅是平A了一下半 然后就直接的回到泉水了 骷髅王的大招还有100多秒 其实可以趁这个机会开一波雾 带着蝙蝠 骷髅王那个等于在眼下打前 对 就趁他没大的时候 可以再抓一抓他 而IG这边的话 节奏更偏向于上路了 刚刚抓完杜姆以后又推掉了一个塔 小狗现在是全场最肥的一个人 直接已经是必章了 去说实话我觉得这么快的 就是这个版本的节奏来说 现在小狗除非特殊情况 要是顺的话再出点击就是毒瘤 对没有必要 哇这边直接发现了大尔 杜姆直接是带领着自己的队友 就是他刚才在圈我 对 这就是因为小狗比较火的原因 就是他是很快就能成型 这种所谓的速成型后期 而且现在肉盒比较多 小狗啃人也比较疼 这边发现了冰龙的拉野 但是杀冰龙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骷髅王的经济我们看一下 直接带着小狗 骷髅王的大招是没有还好的 这边TP过来的话也来不及救他了 直接死掉 这一套看似很简单的组合 但是抓起来非常有效 他们是犯了小狗 其实是比较劣势的 自己的一个鲜血 反而是把小狗放出来了 这边发现了蝙蝠 蝙蝠王 蝙蝠王究竟能不能 是不是蝙蝠王的陨落 现在是这边两个带翅膀的人 蝙蝠直接开大飞走 飞出视野 蝙蝠的话暂时性的是安全了 末日还有大的 我的这个位置 大了 哎哎 抬手很慢 转身 叠了三层油了 伐木鸡这个位置 直接跳走漂亮 这跳刀是他本来就有的 还是现买的 刚那位置我感觉应该是 刚买的 刚买的 如果说是有的应该早跳 天灰中塔正受到攻击 这个塔后眼 没太注意看 我觉得应该是 要不然他不会说往这边飞 飞到这儿以后直接跳走的 应该是瞬间的买了 现在他没办法处理这个小狗啊 天灰中塔已被摧毁 现在直接是逼你的二塔 且不团的话 骷髅王还有十秒 众人散去 而下路的话 杜姆回到了家 出了一个战鼓 蝙蝠的话 等收完这波线 再开一波步 又是一波节奏 对大招CD也马上就转好了 而这种 其实这种小狗是最舒服的 因为他们感觉他其他四个队友 完全可以已经hold住这个局面了 他自己一个人只要好好补刀就可以了 对 暗面也马上做出来了 下路蝙蝠 一个人啊 周围的话已经有一个绕后的趋势了 但是蝙蝠有跳 按他的反应速度来说应该是 垂不到了 也是一直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这边用了一次扫描 这也是看一下蝙蝠有没有其他队友过来 直接开火 他想的是 就是这个蝙蝠这么跳肯定是有队友在 嗯 结果发现没有 嗯 其实有时候真的这种战术就是一个心理战 就是装作后面有十万大军 其实自己队友都在练野 对 比如说这个高 他会觉得其他的队友没有上线 会不会开悟来抓他呢 哎 这枚冰龙是反到了一个眼 现在的话应该还是 哎 我们老点错 现在应该还是埃及威去一个中优是吧 属于 13分钟是5000多吗 嗯 5000多那这样的话在中西会扩大 还是算大的 嗯 对 前期就差这么多 蝙蝠现在也挺肥的 看着剑油身上有什么装备吗 没有 这边是扫描没有找到 其实FTTC这边是考虑可以开波窝去抓小狗了 嗯 小狗已经暗灭了 对 萨尔是把线推到了对方的这样一个路 发现没有人来收 就觉得有问题 肯定都在野区 小狗乘坐着土猫啊 一行四人 就与这个蝙蝠会合 这蝙蝠其实在等这个有没有过来收线呢 但是这边好像FTTC这边是在等 骷髅王练完那个野 应该也是要开一波误吧 我没有看到有人身上有误 这边直接是打肉栓了 14分钟的肉栓 而且在小狗暗灭的情况下打得非常快 这个小狗在后期的话 感觉目前来说只有杜姆能治它 而VS这一手的话 也只能是换一下小狗正在挠的人 对 但是他们有个强秒人的蝙蝠也很难受 这个蝙蝠还是很跳 一千五百块了 下一件应该是推 发木机在 这是直接做A帐还是做雪晶石 雪晶 应该是雪晶 但是我觉得它会不会 会不会有可能是A帐 就是因为它这边爆发不够的话 它是它如果出A帐的话 其实它的蓝量有不够的 对 就是强行双距 对 没用它如果丢出去的话 根本就没有之后的一个输出的能力 嗯 而且其实这个防木机有点穷了 因为它有好几波都没有在打钱 跟着队友赚 然后自己也没有占什么便宜 而且下路的话 它也是支援了一波 支援一波的话 又让蝙蝠跑了 嗯 这边直接是抱着盾 然后跟你球团 而这边的话 团是要超后 对 这边蝙蝠 但蝙蝠身上是冲坐着这个小狗了 蝙蝠能不能发现 发现了 发现了 跳走 直接跳走 然后再回来 开火回来 换 但是这里面是有人的 这里面有小狗 中计了 大一个大大三个 大一个大三个 龙骑是中了一个大 但是 没用 无关痛痒 对 只剩下一个默认 骷髅王起来以后再次迅速拍掉 这波团的话 基本上可以奠定了埃及战队 我不能 我不敢说是胜利啊 但是中后期的话 他们一定是非常顺 他是一个蝙蝠把他们误破了 反而是好几个人在追这样一个回来的蝙蝠 VS还把他换回来了 刚好几个人准备打蝙蝠的时候 是萨尔一个大完美宽住了后排的三个 就是蝙蝠的靠这个卖自己 但而且没想到蝙蝠 这次小狗是乘坐的蝙蝠 这一波其实打的是一个零换五 因为骷髅王的大也没了 只跑了一个末日 这样的话蝙蝠很难受 而且我们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 前三副都是埃及的人 而且这三个人很关键 而且这一局的话蝙蝠肌肯定是要有一个跳刀去切入的 看一下蝙蝠肌刷的如果还是这些装备 他的信实里面有东西吗 应该是买了个一千亿的球 先合一个正红石 正红石 龙旗也逼张了 而觉得龙旗是要直接做BKB吗 我觉得可以出个跳 去打先手 这样的话龙旗 龙旗也可以带小狗飞了 等于说除了萨尔以外 其他人都可以带着小狗 对 而这边的话强行杀掉了一个末日使者 又是一样的套路 这还是BP方面有一点点小问题 那GV这边的就是强行秒人 然后萨尔切了一个后手很难受 反而是FTC这边是没有先手的 说实话这个是要 跳锤吗 这个是要思考一下 因为在BP阶段的话 如果不小心放了这边小狗的话 那你在游戏中就得想办法去针对他一下 而这边的话前妻也没有去管他 这样的话这狗是一路肥 是在做一个双刀吗 他没有选择做回音战刃 双刀的话感觉刚正面能力更强 回音战刃提升最高的就是SW 直接先手 直接先手 直接滚过来沉默一脚踢就死了 好脆 小狗现在是144刀 蝙蝠骑士的话1600块有出什么新装门吗 他是出了一个战鼓 之前没有做推推跟追风 长年装更多一些 因为他感觉好像不用推推棒了 因为有小狗在的话 他们俩专人跟推推没关系 对蝙蝠骑士也是19分钟做出的一个血镜 不肥 现在血镜是上了12个很开心 不快不慢吧 其实有一点稍微偏慢了一点点 如果是一个肥的话 其实差不多16分钟多就能做出来了 这也是一个对比 因为这边小狗太快了 这小狗很肥的话蝙蝠骑士还是死的挺快的 虽然说他有一个甲 但在小狗面前不是很怕 嗯 蝦鲁杜姆的话 是应该再等一个跳 他现在还得找机会去强行的去扣一个大出来 要不然这个杜姆走上去的话肯定 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这边是土毛也做了一个跳到 龙奇反而是做了一个BKB 是觉得刺激的先手够了 嗯 有蝙蝠有土毛 这边这手雾是要等一下去抓吗 这个眼看到了他们 但是还是不敢进去玩弄 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太多的硬实力去打他们 对 开局很可能自己就要先死一个 四个人 四个人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高地打麻将 五个人 末日其实有点太穷了 嗯 就给人造成不了什么威胁 你可以看IGV这边根本就不怕他 嗯 而且刚刚在这个地方的一波团的话 龙奇是直接挂着你的肚目 然后追着你追着你人砍了 蝙蝠 蝙蝠 这是大地之灵 这回又2100块了 会不会直接出了冰甲 吹风冰甲 现在的话FTP是直接被压缩在了 虽然塔没了 但是是被压缩在了二塔之内的一个活动范围 而这边的话基本上 大部分的姜土全是埃及的 小狗其实做一个双刀也是加快一下节奏 但我觉得双刀真的没有回音占任好 就是一开始的那两下加上中间的那两下 小狗本身就是攻速上面 除了说他开狂暴 其实攻速上面多A一下 对他的提升很重要的 对而且说白了 小狗切入的话 因为自己是没有跳刀的 他需要去钻人切入 那这样如果他的输出越快的话 那反而是他的队友更安全 而这边是 他是准备直接做强袭了 是彻底离咱们说的这个回音战刃走眼了 冰龙在排眼 中间只隔着一个钩 中间只隔着一个钩 看谁能排到谁到 我这是零成本 我也不是零成本 我这虽然贵啊 但是我这是我这我这是以后就不用担心了 对 骷髅王也是补了个B招 全场三个B招 很穷 他还是挺穷的 让骷髅王现在去打输出的话 基本上打不出来 他的攻速很慢 可以去打先手去扛一波 然后自己的队友找机会切后排 下路这个土猫有点危险 土猫有跳刀的 除非是这几个人既能一起给上 开悟之前的一个侦察 好像是要侦察到小狗了 小狗这个位置要被发现了 小狗意识到了吗 杀小狗的话必须末日先给的 小狗应该是意识到了 还是看到了 五散了 那这四个人还是想做点什么 毕竟都已经跑出来了 对 塔下TP龙骑 这边也都踢下来了 但是末日这边只有你一个人在了 他想包夹一下 结果发现 队友都走了 下到高点TP了 树林里有两个挂机玩手机的 应该是 我是觉得挂机玩手机有点过分了吧 这好歹也在打比赛 但是你看他们两个 你看尤其这个土猫非常悠闲 也不动 想就是 在队友靠过来的话 如果在这个位置 能不能找机会留人 对 这种藏在树林里头 但是他他藏了好久啊 有线的话出来收线 没线的话在里面蹲着 这个土猫相当于酱油来说也是酱油中的酱油中的土豪了 对 他的经济是跟末日比末日还要高 而这边FTD虽然是劣势 但是还是很团结的 毕竟这么说的话 还是一个人出去卖 然后其他人去蹲 蝙蝠直接拉 你看这个根本救不了 这VS意识到了 但是也救不了 没有办法 给了个减速 但是中了一锤 因为他刚刚杀人也是把狂暴给开掉了 这谁又吸上了 是杀了一个干扰者 直接把他大打掉吗 还打不掉 没有能给他的技能了 切了一个必章 其实刚刚那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来 其实杜姆跟VS是有 确实是想蹲法姆街 但没想到那边输出实在是太爆炸了 是的 蹲不住 这换完以后 换过来直接看上BKB 这个BKB彰显出了他的作用 这个杜姆完全是没有伤害了 而且是杜姆没有了 小狗直接切 冰龙给手救 现在VS跟冰龙两个人的技能 还是可以拯救一下的 对 龙骑的杜姆快到了 我们看一下杜姆这个 这个血量 好疼 卡两下 而龙骑这边杜姆已经消失了 小狗是有钻的 应该这次是乘坐龙骑 火星要去收蟹吗 看龙骑也不是很好 龙骑没做跳刀 这一波没有蝙蝠 但是FTT不知道这边有没有蝙蝠 直接开狂暴拆 他是有盾的 他不害怕 蝙蝠的话快速回复一下 蝙蝠已经是飞鞋了 直接做了飞鞋 我都觉得蝙蝠可以做个大飞鞋的 都可以 像土毛那种蹲在那里 如果有人来直接飞到土毛身上去 总体来说其实他们的机动性都很高 嗯 而这边FTT更像是一堵墙 而这堵墙的话 现在看起来还是很脆的 发布机的话 其实他压力很大 他是全场 他是这个战队唯一一个 哇 今天秒掉了 刚说他是唯一一个输出点 技能有 根本基本上 这一局的话基本上是没有悬念了 对 小狗的话是一路飞 而且现在小狗是没死过吧 902的一个专绩 是 现在查查 嗯 蝙蝠这一首还是要搬的 要细一些 就这种 这种 有些东西你就得针对他玩的好的 就虽然说他可能什么都会玩 但是有些英雄就是玩的好一些 对 这种 这种还是要稳定一些 千万不要闹这种 就是我非要跟你钢 你这个 你这个玩意好 那放个你 我看你能玩成什么样这种 这种这种心理 蝙蝠确实是前期立功了 很多次逃避了这个最爽的水果 而且是把他的劣势 优势打成了劣势 这手推没给推下去 但是他有盾 他根本就不怕 直接钻车 这车开得非常快 非常漂亮 直接打掉一条命 他的防击两口好疼 继续换进来 往处 但是起来以后有盾 他队友要不要过来 萨尔这边 后面队友都是满状态的 龙奇直接留住了 杜姆杜姆的话 直接双手撒把了应该 土毛过来踢一脚 这边杜姆在疯狂的收割 这边FTD的话 只能是退到自己的门牙后 中路的话就这么被看拆了 杜姆 也是直接打出杜姆 28分钟 他们主要还是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面对一个无解肥的小狗 以及自己的一个carry 以及是跟对面的酱油的竞技一样 这边基本上是全团肥 而且说蝙蝠的话 确实是立功了 前期的话 不管说怎么着 蝙蝠只要不被杀崩 它下落的话 反而是不仅没有被杀崩 而且是造成了 对手造成了压力 阵容方面的话 IGV这边的先手实在是太强力了 反而是FTEC这边 还是少爆发的 那么也是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接下来的第二场 字幕志愿者 杭亮 雇文字幕志愿者 杭亮 字幕志愿者 杭亮 未经转 Scriptu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